没有打扰到你们的谈话吧 没有 筹备进行得怎么样了 还不错 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忙的吗 不用了 天狼 我已经跟菲亚娜小姐说了 有什么事尽管找我 我会全力配合 谢谢 断天了 我有话跟你说 什么事 在这里说不方便 菊经理 到底什么事 你知不知道你在用什么眼神去做 你看菲亚娜 什么眼神 你用看沐清凌的眼神在看她 这跟您有关系吗 你现在是正太的一名员工 你的一举一动 代表公司的形象 我现在怀疑你以工循私 影响工作 需要我提醒你多少次 菲亚娜并不是沐清凌 不要把对沐清凌的感情 转移到她的身上 对沐清凌的感情 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如果再多管闲事的话 我也会质疑你的工作态度和效率 对沐清凌的感情 对沐清凌的感情 你已经不是总经理了 而我 现在是你的上司 作为你的下级 我也有提意见的权利 配合好菲亚娜小姐的工作 才是你该做的 我去忙工作了 爸 你为什么还让鼎海当总经理啊 你不给他点利益 怎么能让他上钩呢 你都准备好了 差不多了 可不能掉以轻心 龙岗新城这个项目 你再去放把火 把新闻炒得热一点 我就不信丁海不会上钩 你放心 丁海逃不出咱们的五指山 好 那我现在去办 进来 副总 我让你做 你还真做呀 去问副总 有什么吩咐 没想到你和段天朗联手来对付我 可不是 我这什么吩咐 我才能做 我才能做 福董 我这是为集团做事 有张董和许董给你承谣 你总经理的位子算是坐稳了 谢谢 谢谢福董没有反对 我只是不想因为你得罪那几个董事 丁海 好好干 我会一直关注你的 你可千万别有什么纰漏 一旦让我抓着什么把柄 我一样可以把你拉下来 我会小心再小心 谢谢福董提醒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去忙了 紧张了 这就对了 丁海 如果你乖乖地走人 那我不会为难你的 别怪我心狠手辣 你自找的 看蚂蚁脸无精打采的 被居士平那个老小子给盯上了 在正太举步为奸 你找我什么事 我给你讲一个消息 保证你听了说值 什么消息 居姗姗正以山城集团的名义 高锡集资 什么 你这消息可靠吗 我的消息什么时候错过 又耍什么花招 还是先去探探叙叙事再说 兄弟 行 我们再约 我先走了 什么了不起的急事儿这么着急把我叫到这里 听说你在外面以山城集团的名义高锡集资 你怎么知道的 原来是真的 你爸也知道这件事吗 当然不知道了 你要敢跟他说 我跟你施不了力 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你也瞒不了他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跟我又不是一条船上的人 原来那天你在办公室说的就是这件事 如果你能说服我 我愿意跟你共乘一条船 这没什么呀 就是我遇到了很好的投资项目 你爸爸那么喜欢赚钱 我不相信他会放弃这个赚钱的机会 那是以前 我爸年龄越来越大 做事越来越保守 画地为牢把自己圈住 再加上他对政叹的执着 所以就决定放弃我选的这个项目 所以你就急思 你怎么会放弃这个 我以前 从来都没有发现你 居姗姗对事业有这么大的野心 更何况你以前 不愿意回山城集团帮你爸 那是以前 我离婚之后 又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 当然只有好好工作了 到底什么项目让你这么有信心 到底什么项目让你这么有信心 地产 我就只能跟你说这么多了 你又还没上我的船 地产 倒是可以做 不过你爸公司的项目这么多 如果你要赚钱的话 你何必要另辟蹊径呢 我爸的生意是我爸的 我想留一块自留地 而且我也想给段天朗看看 我居姗姗离开他 一样可以飞得更高 飞得更远 我要让他明白 他错过一个多么好的女人 自留地 是 我也该给自己留一块了 不管你们有什么阴谋 只要我小心谨慎 笑到最后 怎么样 对我的话做出判断了吗 相信了吗 相信了一大半 那就是有兴趣了 我会认真考虑你的提议 副总 上班时间你去哪儿了 我去了一趟商场 您这是去 我去趟香港 有重要的事情 酒店就交给你了 重要的事情 山城的事 我今天心情好可以告诉你 如果我这次去香港 一切顺利的话 就能完成山城 郑太和港方 三方共同合并的事情 合并 之前不是说 那是个传闻 虚实平这次去香港 哈哈哈 居士平这次去香港 就是要完成山城 郑太和港方 三方公司合并的事宜 那么他说的那个港方 到底是谁呢 我从网络专家团的 信息渠道听说 香港有一家 叫做力能的电子产品公司 为推动国际化战略 而加快了海外推广的步伐 他们准备收购一家 濒临破产的老牌欧洲公司 据我观察 这个居士屏 早就将目光伸向了欧洲市场 他一直就想收购一个 老牌子的欧洲公司 所以这次的收购事宜 对于这样一个 寻求市场拓展的 山城集团来讲 无疑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光凭山城一家 收购可以完成吗 光凭山城当然不行 可是如果郑泰 山城和力能合并成功的话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趋势凭这次去香港 就是要完成山城和力能的合并 如果居士屏完成了山城和力能的合并 那么我猜他下一步 就该完成跟郑泰的合并 不 应该是吞并 吞并 怪不得他说到了扔掉段天老的时候了 股份话语权就快到期了 要不了多久 就会回到段正华的手里 我手里的股份 受制于居士屏 一旦三方合并成功 居士屏要踢走我就更容易了 到时候 居士屏要踢出局的人 就是你了 连你都看出来了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老弟啊 我看你要早做打算 走到今天的位置 其中的辛苦只有我自己知道 绝不能让居士屏那个老狐狸 轻易把我踢出去 你这么着急把我叫来 相信你已经做出了很明智的选择吧 其次的事情我会帮你 不过得用我们的共同名义进行投资 我们的共同名义 这个项目是我找来的 而且钱已经筹了三亿多 你什么都不要做 就分一半 丁海 你这个胃口也太大了点吧 我不会白要你那么多 三亿 如果我出手帮你 至少都一倍以上 你就这么自信 我现在是正太的名牌 只要想到正太酒店 想到的就是我丁海 这是投资人的幸运保障 我相信如果你不是看中我这一点 你也不会找我合作的 好 就我们的共同名义 不过这件事你要尽快 尽快地把资金筹集到位 我得先去考察新的投资项目 当然没问题 就算你今天不约我来 我今天下午也要把这个项目签下来 走吧 龙岗新城 对啊 你确定这是一个可以赚钱的项目 当然确定 你别搞笑了 这个项目因为开发商卷款跑了 成为了一个是非之地 你不要倒听途说 真正的内幕我知道 因为这个开发商是我爸的好朋友 中途有合作伙伴退出 所以缺钱想找我爸合作 但我爸只忙着正太和山城的事 所以拒绝了 你看 你看这些建筑 已经接近完工的状态 而且有一半的房子都预定出去了 只要我们资金到位 不用几个月就可以交房 这个比正常的房地产的 投资资金回收周期 短了足足三分之二的时间 先别签约 我去打进那里 你看到那边那些地了吗 那些地我爸已经买下来了 只要跟正太合并完成 他就会开发 要建一些商贸城和游乐中心 只要周边配套一件好 这块地一定会生殖 商贸城和游乐中心 我怎么没听你爸提过 三方合并的事 你不是也没听说吗 我爸做生意的信条是 不打没把握的招 事情没确定之前绝不发生 一旦发生 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这么听起来 这个楼盘确实有潜力 不过 以你爸的性格 有这么好的事 他不可能放弃这个楼盘 我实话跟你说吧 其实我爸对这块地 也很感兴趣 但是他胃口太大了 他想再拖一下这个开发商 到他扛不住的时候 低下收到手 这就对了 这才符合你爸的性格 不过我爸也不好好想想 如果这开发商 筹到钱的话 不就白白浪费了 这么好的一个赚钱机会吗 而且我听说 飞庭的金厂长 已经过来考察了五六次了 我可不想到手的这块肥肉 被老太婆抢去 怎么样 你决定了吗 如果不想投的话 就跟我说 我可不想找一个 拖我后腿的合作伙伴 打电话给你朋友 约时间签约吧 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吧 既不可失失不再来 也行 走吧 你确定 我当然确定 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 我的钱不也投进来呢 终于拿下这个项目了 丁海 接下来 祝我们一切顺利 将来如果真的赚了钱 我一定会好好感谢你 互相帮助嘛 对了 我听我爸说 这次菲昂娜帮了你很大的忙 但她明明是沐清凌啊 我很好奇 你是怎么说服她的 她是菲昂娜 走吧 搞什么 难道你们达成什么协议了 菲昂娜 怎么了 菲昂娜不好了 有个客人在我们南达专柜大闹 说我们卖假货 卖假货 对方是什么人 对方说是我们百货公司 贵货客人 不像是会说假话的 可是我们不可能有假货呀 去看看 你们能想象吗 蓝带卖假货 蓝带啊 我配什么世界品牌 根本连本地的香水都不如 你们的负责人到底还能不能来了 后来我就 不好意思啊 我就是这儿的负责人 有什么问题吗 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们这儿所有的产品 都是美国原装过来的 你的意思是我说谎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真好笑 你卖假货不承认 还想反过来诬赖我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 你 这位女士 这位女士 有什么事情说清楚就好 没必要动手打人 说清楚是吧 能说清楚最好 这是我昨天在你们这儿买的香水 你自己闻闻 你自己闻闻 怎么样 说话 对不起 这瓶香水确实不是我们生产的 什么叫不是你们的香水 我就是从你们柜台上买的 购物小票还在我这儿呢 对不起 这件事我一定会查清楚 为了您的消费利益 也为了我们蓝带的声誉 我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 那这瓶香水怎么办 您看是要退或者要换 我都可以 你还真好笑 看不起我们消费者啊 哪那么容易就了事 这位女士 当然不止这些 我知道 您是我们卖场的VIP客人 我们有您的联系方式 是 这样 等我们商业好之后 我们一定会为您理赔 不会让您失望的 你最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不然你知道后果 是 你怎么来了 我一听说 就马上赶过来了 我刚刚去了趟监控室 那边的监控当中 无法确认这是怎么回事 你最好查看一下 你们柜台的监控录像 我们这儿 没有监控设备 什么 作为国际品牌的专卖柜 第一时间 就应该在你们的柜台 装上监控录像 我知道这是我的疏忽 可这个香水 真的不是我们生产的 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 要不然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但我需要时间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看你还没搞清楚 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吧 具体力 请多给我两天时间 好 那我就再给你两天时间 如果到时候 你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一定会向兰黛总部 反映这个事情 具体力 这件事 不仅是肥又难一个人的事 断天了 我知道你要护着沐精灵 但是别忘了 这会攸关集团生育 放心吧 如果查不清楚这件事 我就会引咎辞职 好啊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喂 莎莎啊 什么 龙岗星城怎么了 丁海 怎么回事 现在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这个项目很稳当吗 山城也应该开始向龙岗星城周边的项目投资 现在为什么说停就停了呢 这件事情也打了我个措手不及 山城集团把资金都拿去欧洲的收购项目了 现在没有足够的资金 这个项目只能无限期延后了 那现在怎么办呢 你不是说谁都影响不到这边吗 我也是这样以为的 可是事不随人愿 山城集团欧洲的收购项目 是董事会决定的 我爸也无能为力 你这么说来这个楼盘不但不会升值 现在连销售都成了问题 告诉我怎么办 我全部的身家都投进去了 我所有的私房钱也都投进去了 情况不比你好到哪儿去 而且那些扣房的业主 也纷纷要求退房 那现在要一杯到底了 怎么办 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咱们两个要共同想办法来解决 你先回酒店上班 相信消息已经透露出去了 你现在最好不要做任何的回应 免得动摇军心 现在只能这么做了 丁总 现在大家都在传 郑太的资金链断了 是不是真的 段组长 我 ум知道 你找人 你这样 可以 可以 你其实看来 主角 谢谢 进来 丁总 杜甲村那边出了点问题 什么问题 供应商和建筑商过来催要欠款了 这个时候来要欠 这不是添乱吗 我估计也是听说我们的资金链短了 他们说了 如果不把前两期的欠款结清 他们将会停工和停止材料供应 把他们打不走 就是我不在 等等 你跟他们说公司会尽快把款给结了 让他们千万不能停工 工期可耽误不起 好 这些白眼狼 拿好处的时候成兄道弟 一有状况就落井下石 等我解决了这件事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来 进来 这传闻不会是真的吧 我现在也搞不清是什么状况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现在情况对你非常地不利 我想把我跟郑大的资金撤出 让巨山山先补上 你太天真了吧 看你要赚钱了你想投资 发现亏损了你就想撤资 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买卖啊 我这不是暂时被套住了吗 我们之后肯定会赚回来的 我先让他补上我之后加倍还给他吗 他靠得住吗 他靠得住吗 人家夫妻大难临头还各自飞呢 他跟你什么关系啊 出了事会帮你 你脑袋进水了吧 人家珊珊是居士平的女儿 她拖得起耗得起 除非山正跟张太合并 滚 长青 居士平正式宣布 放弃与郑太的合并了 什么 什么 居士平不是还在香港吗 你的消息准确吗 他人现在已经回来了 而且刚刚以山城集团的名义 向媒体发布了消息 丁海 我这儿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 几家跟郑太合作的企业 现在决定 要联名起诉正代 去求居士平了 现在 除了他没有人能帮你了 我没想到你敢在我居士平背后搞小动作 对不起 对不起我错了 你看在我过去帮你对付段正华的份上 我求你救我这一次 你帮我对付段正华 你得到的好处也不少啊 我可没有白占你的便宜 副总对不起我又说错话了 副总 我把我全部的股份都给投进去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求你救我这一次 我给你做牛做马 来感谢你的大恩大德 我还敢相信你吗 我就去了趟香港 你就把郑太国毁了 丁海 我算是看透你了 我看清你了 滚 滚出去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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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吗 丁海 我真的奉劝你 别在背后搞什么小动作 你斗不过我们的 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和信息 才爬到今天这个位置 绝对不能随随便便 就被居士平拉下马 居姗姗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不对 这是个圈套 是居士平和居姗姗 一起给我设下的圈套 丁海 你真蠢 丁海 董事长 我一直都在等你 专柜的事你都听说了 我以为你还蛮聪明的 没想到找了居姗姗的套了吧 我才不会如他的愿呢 当然 蓝带专柜里面装有隐形摄像头 隐形摄像头 我怎么不知道 是我让安装的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 是不相信我 你可以去查新事实吗 为你自己争会点面子 好 先不说这个 回去查一下 到底是谁搞的鬼 正裁资金链的事 你听说了吗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先把你自己的事情 处理好了再说 我会好好处理的 你知道不知道 正裁公司的资金链 已经断了 居士平和董事会都没有东京 除了丁海像个无头苍蝇一样 这件事你怎么看 丁海好像被套住了 是居士平给他下的套 看得还挺准 居士平前几天去了趟香港 三方合并的消息 现在闹得也是沸沸扬扬 这个时候正裁资金链断裂的消息 就像合并的前奏一样 好像合并行动已经开始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不容恶管 以前盛传山城和正太合并 我们跟基稳 军事平再折腾 最多也跟我们是平起平坐 可是现在是三方合并 控股成迷 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做 才能挽回这一局 我们也要进行收购的动作 好 不愧是我段尹华的孩子 好好处理兰黛专柜的事 不要影响了正太和兰黛 两家的声誉 我知道 真的有人动了手下 是 他是 他是新来的导购小棠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平安南小姐好 小棠 你知道我们的VIP客人 为什么会买到我们品牌的假货吗 我怎么会知道 因为有人把它换了 你想知道是谁吗 我不想 好 那我给你看看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定是有原因你才会这么做的 谁让你这么做的 你告诉我 没有人叫我这么做 是我自己做的 好玩 好玩吗 如果你不告诉我的话 我也只有把你交到商场去了 好 跟我来 好 跟我来 现在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小棠是你们卖场的人 责任在你们 所以你打算怎么处理 你被辞退了 不用来上班了 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他吗 任何解释都无法弥补我们的损失 为什么还不走 不好意思 以后我们 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情况 你们专柜的导购 由你们自己招聘吧 小棠 好 先让她们 你告诉我 是不是居经理让你这么做的 没有 不是她 你跟我说实话 我会帮你的 我谢谢你的好意 对不起 对你做了不好的事 不过真的跟居经理没有关系 对不起 不会错 一定是你 居姗姗 总部发了那么多新货来 再卖不出去我们就完了 这都是卖假货搞的麻烦 真不明白小汤为什么要做出 那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找一找卖场方面商量对策吧 你看一下柜台 好 我要你向我解释一下 蓝带销售的事 肥安娜小姐 我记得前不久你才跟我说过 让我管好商场的事 不要操心你们蓝带 怎么这么快你就给忘了 你是在报复 报复 这些可都是你们蓝带 自己引出来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何谈报复 你明明知道责任在卖场方面 我一样可以向上级报告问题 你想怎么样 我要你代表卖场方面 跟我一起发表声明 向消费者解释 卖假获得事件元稳 还蓝带一个清白 发表声明只会让这件事情 闹得更大 对蓝带和商场没有任何好处 你想推辞 肥安娜小姐我还很忙 那就先告辞了 有空再说吧 肥安娜小姐 肥安娜小姐 段天朗你不用上班吗 每天这么游手好闲 跟我走 去哪儿 段天朗你带我来这干什么 來找小棠 他就住在這裡 小棠 你怎麼知道 我有我的辦法 爺爺 待會兒我們回去吧 Fiana小姐 奶奶 你先把爺爺帶回家 我一會兒就回去 你找我 小棠 我沒有惡意 我只是覺得 像你這樣的孩子 不可能做出那樣的事 不要讓我爺爺奶奶聽到 你也看到我的情況了 我爺爺眼睛看不見 奶奶還得了老年痴呆症 我需要錢 所以我收了拘禁裡 拿給我的錢 我也答應了他 不說出這件事 我還要去找工作 以後你就不要 再來找我了 對不起 再見 奶奶 我來吧 我已經錄下來了 看來 真的是珊珊支持的 接下來她應該沒話說了 你這是幹嘛 這可是證據 要是這段錄音 被珊珊聽到了 她一定會找小棠的麻煩 那是她該承受的 她也有她的難處 是因為 她奶奶也患有 老年痴呆症 所以你才想放過她是不是 不是 我還會有別的辦法 你要的客人資料 是 你要這個幹嘛 現在已經確定 責任方式賣場了 我們只要向居經理 討說法就好了 不需要她 我也可以解決問題 我要的東西 準備好了嗎 都在這兒 好 我去找客人道歉 有事 打我電話 好 段先生 段先生有事吗 谢谢 段先生 段先生 肥瑶娜小姐呢 肥瑶娜刚出去 你没看见她吗 她去哪儿了 去给你们的VIP客人 道歉了 外国回来的了不起啊 你是有多巧不起人啊 我是为了贪你这些东西 才生气的吗 快带着你的东西滚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知道您不是这个意思 哪儿不满意 我给您道歉 晚了 快滚 没事吧 没事 东女士 东女士 真不好意思 很抱歉打扰到您休息 这样 您能不能给我两分钟的时间 让我来解释一下 您看 这是 就像您看到的 蓝带是因为卖场员工 蓄语破坏 才让您拿到了假香水 我们本来呢 是要把这段视频公开的 可是 蓝带的负责人 就是这位肥瑶娜小姐 她却制止了我们 她考虑到这位员工 将来和家人的生活 不让我们公开视频 您看 她明明是可以把责任 推卸到我们卖场的 可是她没有这么做 反而亲自跑到您这里来 向您道歉 希望您能够理解 那她为什么不说明白 实在对不起啊 东女士 这个呢 是肥瑶娜小姐 特意让美国公司 专程给您寄来的 限量本香水和香粉套状 肥瑶娜小姐 是真的很有诚意的 希望您能接受她的道歉 好吧 谢谢 你是在想 该怎么谢我吧 是啊 明明都是同样的东西 你送给她 她就接受道歉 我给她 却说我瞧不起人 差别真是太大了 你笑什么 你不是答应小棠 要保守秘密的吗 你虽然是好心 可是你没有做到 我与人为本